山崇居慈慰志工 參扶獨居長輩入席 準備享用美味大餐 長輩們各個開心不已 喜悅之情全寫在臉上 山崇一天公本人媽祖慈悲為懷的精神 每年在重陽節前夕 都會舉辦獨居長者聯誼參會 希望藉此表達對年長者的尊敬與關心 今天公司可以說 獨居老人 我們正開始三中府 我們離市場成立後 我們每年都在關心 這就像送餐活動 宜天公每年都贊助10萬 另外重陽的中間我們也要辦一下 重陽聯誼參會來 對著長者的尊敬與關心 一天公管委會這次錫開二四五桌 除了準備豐盛的佳餚 也自任每位長輩六百元紅包 而九十歲以上的年長者 主委卓春婦更加碼自政 讓老人家溫暖在心頭 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也到場共襄勝舉 與長輩們一起共參畫家場 對於一天公長期熱心公益的散舉 他特別代表市長朱立倫 表達誠摯的感謝 在各界三星團體的贊助下 三重的獨居長輩不斷三餐獲得溫飽 每逢佳節還有餐序聯誼活動 平常更有志工細心的陪伴 讓他們不再感到孤單 開心迎向每一天 凱博大臺北數位新聞 紅紅採訪報導